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行为 你看啊 这两只势均力敌 他做出了腰丸的动作 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你看我们让他们玩耍 首先马腿是非常警惕的 这个时候人一定要放松 绳子不要去勒抖 很容易引发战争 你看德木自己选择了离开 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些讯号 你看啊 双方队员现在心里紧张的一逼 这个话人不要太激动啊 人不要去扯绳子 也不要大声去呵斥他们 很有可能 你看很完美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接触 他自己选择的离开 就避免了打架 绳子一定要放松啊 不要紧张 一紧张就完了 打起来了 你看这样就是一次非常好的社交 我们就走了